由Sandy主持的《寵物实境》节目的3G终于在日前正式开路 节目组为了欢迎Sandy产后尝试回归 手机更是直接邀请到陈昊森与她的猛虫来当嘉宾 而首入当天Sandy也透露身为一名节目主持人 每年金钟奖不免俗还是要报名一下 在今年节目组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是要帮Sandy的爱犬 也报名金钟主持人奖 甚至讨论到她的红毯穿搭 没啥报名没多久 就接到金钟奖工作人员的电话告知她 够不能报名 而且好笑的是Sandy还特别签署法定代理人吴珊如 让她觉得工作人员们一定认为她脑袋不清楚 是不是疯了 笑报现场所有人 而产后恢复状况起好了她 也在节目中展现十足活力 相信会为心理记带来不同的火花 值得粉丝们好好期待一下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